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吧 如果没有疫情 今年的圣诞季我们应该是在邮轮上度过 虽然去年是我第一次坐邮轮旅行 但我当季就爱上了这样的度假方式 并预付了定金 打算今年带着父母孩子再乘邮轮去巴哈马 谁料新冠疫情彻底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为了排解长期居家的烦闷 我也特意找出去年邮轮之旅的视频和照片 来制作一个回顾短片 在节日季重温旅途的快乐 或许也能为大家疫情过后的旅行提供一些参考 在众多邮轮线路中 我们选择了NCL的Norvision Bliss巴哈马航线 Bliss是2018年4月才开始投入使用的新邮轮 排水量16.8万吨 可容纳4000名游客和1700多名工作人员 虽然它不是最大的邮轮 但绝对算得上是最豪华的邮轮之一 邮轮从纽约港口出发 中途京亭奥兰多和Norvision的专属岛屿大邓交 最终抵达巴哈马 我们当初选择这艘邮轮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设施完善 装潢考究 还有它独特的休闲娱乐项目和高端餐饮体验 海上赛车是我们邮轮之旅的高光时刻之一 全球也仅有Norvision的两艘邮轮有赛车项目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 海上赛车都是除此之外不可能实现的体验 当然还有时下非常流行的雷射枪战 这也是家庭可以一起参与的娱乐项目 因为这是设在船顶上的露天野战空间 因此只在夜间开放 在光影的衬托下这里仿佛真的变成了未来战场 冬季从纽约乘邮轮去加勒比海 享受阳光是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到了天气暖和的南方 人们都涌向甲板 享受这难得的冬日暖阳 我不硬行 dost可惜 你才没开 你不听 你有吧 你拿就 据绳 Cat . Ba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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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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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游轮上种类伴多的室内文化娱乐活动 可以满足所有人群的需求 这里有不间断的各种小型音乐会 舞会 冰狗游戏 有奖一支游戏 还可以参加红酒品鉴会 艺术史讲座和艺术品拍卖会 而最令我难忘的是两场百老汇音乐剧 Six 六位皇后 是我看过的最好的音乐剧之一 该剧原定于今年五月 在纽约百老汇上演 但因为疫情 开幕演出推迟到了2021年五月 Jersey Boys 泽西男孩已在百老汇 驻演十一年 我们还一直没有机会去看 没想到能在邮轮上观看 音乐剧都是免费观看 不过因为席位有限 最好上船第一天就预定好剧目和场次 邮轮上也有免税购物商店 如果女士们应行程匆忙 遗忘了某件护肤单品 也可以轻易在邮轮上买到 如果你想要在安静的一语小气 或是看书工作 邮轮的观景休息室是最好的场所 选择Bless邮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它提供极为丰富的餐饮服务 邮轮上设有包括法餐、日餐、美餐、意大利餐 在内的多家高级餐厅 精致美味的食物 高雅舒适的环境 为邮轮假期留下了更多美好的记忆 如果你想换个口味和氛围 邮轮上的自助餐厅提供了中餐、印度餐 等更多样化的选择 为了躲过航海途中的风暴 邮轮改变了线路没有蜻蜓大动交 而是从奥兰多直接到了巴哈马 这也是我们当时决定来年再做一趟的原因之一 因为邮轮上提供的包括接驳车和亚特兰蒂斯度假中心的套票已经售庆 我们只能搭买私人的小便包车前往天堂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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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天的游轮之旅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旅行体验 既能享受游轮上吃喝玩乐的惬意 又能感受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 还免去了舟车劳顿的辛苦 尤其全家老小一起度假的话 游轮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希望我的短片为您的节日记增添了一份愉悦 祝大家新年快乐